謝偉俊議員 主席,我想全世界都少有國家可以隨便容忍其他律師,其他私密服務局來做一個律師 香港這個例外呢,當然是一個歷史原因,實際一點可能是英國保留一個財路給他們的執業者,這些是我們歷史原因 也可能說我們其實是有一個選擇,多一些選擇,選一些優秀的律師 不論怎樣也好,這是歷史原因,是時候我們要檢討一下,這個大方向我完全贊成 也都當然我們沒有選擇,因為現在人大釋法解釋了 不過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有些細節我想輕輕看一齊,希望律政司幫忙看看 第一件事,或者剛才也談及過這個問題,就是那個scope的問題 那個範圍的問題 最先那個做法就是純粹說是國安的刑事 offences,那個英文是說offence, involving national security 這個大家很明白清楚,大家做律師知道什麼叫offence 但是現在這個方程式似乎已經去到,說是任何牽涉到國安的議題 那我就想了解一下,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看一看國家的一些公開文件 大家都沒有反對的,就是國家安全觀,他們總體上有16項那麼多 除了大家都比較明白到的,關於政治、國土、軍事之外 還有其他十幾項,包括經濟,昨天陳辦議員提過 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生態、資源、核 海外、利益、生物、太空、深海、極地 這些探問都是國家來說,形式上,或者正式上承認是國家安全問題 如果我們現在這個方程式說任何物,不只是刑事 甚至可能民事案件,甚至可能牽涉到司法覆核的案件 令到國家安全,包括葛珍說的16項 理論上,原則上都可能在範圍以內 對於海外大律師來香港執業,或者代表一些當事人 甚至有些剛才同事問過,審審下才知道又怎樣 或者是初初不是,後來也是 這個範圍有沒有需要那麼大呢 因為看回那個釋法本身 其實都是在說,當然它是有講 比較籠統的說話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 改了範疇之外 會不會是 駕藏地屋太厲害 緊張過北京,緊張過中央政府 關於這一方面的保障 這是第一個問題,我想知道一下 我們立場的立場是怎樣 時間有限 現階段我只是問第二個問題 補充就是 就是說 如果有這個問題出現了的話 現在我們因為看回那個文件本身 關於那個釋法本身 都是說當一個法庭 法院是審議一個 案審議的時候 他用回是用Judicate的意思 中文就是 法院 香港行政區法院在審理 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中 這個是釋法中說的 除了牽涉我剛才所說的 犯罪案件的定義 排名之外 法院在審理是什麼意思呢 是有個case number 開了個case 已經審議了 還是真的有個application 申請 是可以大律師來香港執業 才 在審議這個議題呢 因為一日都沒有這個申請的話 無論你用回案本身也好 或者用MP也好 去申請也好 都是沒有法庭審議這個議題中 即是不能夠為一件案件 Generally speaking 有可能 就已經說是審議中的 因為那個議題被拿出來 那個issue 還沒bring out 出來的話 我不知道我以前講得清不清楚 一日沒有這個application本身 屬不屬於法院在審議中 因而牽涉到整件事 trade off 了整個mechanism 麻煩主席 市長 麻煩 關於第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都很 關注也都花了很多時間 去考慮 為何不是 將 我們的適用範圍 是局限於 違反 或者危害國家安全的 刑事案件 我們也都要 為何最終我們考慮的範圍 是比這個 是 來得 所謂來得 闊一點 就是我們有個責任 是要有效落實 維護國家安全 這個這樣的 憲制責任 如果我們 只是把我們的適用範圍 局限於一些 國家安全形成案件 很有可能 正如我們的文件都說出 舉個例 民事案件 其實私下覆核都是民事案件 的其中之一 很容易想像到 行政機關 為了 去 維護國家安全 執行 法律上 現在法律上 賦予它的行政權力 去做一些決定 那些決定 可能又會受到法律挑戰 那些不會是 一些刑事案件來的 但是很明顯 那些案件 涉及的議題 是會觸及到 國家安全的因素 所以我們那個 利定的適用範圍的時候 是不能夠 是太狹窄 否則的話 我們就會 是遺留了一些 是會觸及到 國家安全的案件 而是沒有一個 合適的機制 或者一個 是穩妥的機制 去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至於第二方面 當然 根據47條 審議中 當然是有個案件 真的 入了法庭才知道 但是在我的機制裏面 亦都是有處理到的 譬如 剛才我所說 舉回剛才的例子 如果是剛才提及到 有一些案件的適用範圍 是不是適用這個 新的機制呢 大家對於這個案件的定性 有意見 其實這件事是會出現了在 正式做申請 正式做申請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 究竟你有沒有行政長官 拿到的同意 進行通知書呢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正式去拿個47條 所以我們現在的建議 是完全符合47條 的規範和精神 謝偉俊議員 我跟進剛才第一節的問題 我明白到國安大前提下 人人有責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同時都非常 重視 包括我們主席 也多次說 我現在主席說 我們只是要普通法 要盡視香港 一國兩制 一個典範 我們在這兩個選擇下 又要老婆漂亮 又要利是便宜 我們就希望做一些事出來 希望可以平衡 如果真的牽涉國家安全的刑事 罪行條例 我們比較容易決定了 標準的平衡 在哪裏 但是其實剛才我講的 16樣 範疇 律政司回答了 我們要重現處理 當然他們也沒有具體說 究竟如何面對一些 民事案件 牽涉到 有可能 在這個概念上 包括譬如我用回這個國家教育局 大小中 大中小學 國家安全 教育指導 是國家文件 是國家文件 他說比如牽涉到 經濟安全 包括了 英制安全 秩序 經濟的主權 經濟的發展 文化安全 包括 文化價值觀 社會安全 包括 社會的 餘情 科技安全 包括 科技人才 設施活動 成果 應用 這些全部都是官方文件 那顆問題就來了 如果牽涉一些 譬如說 同性戀的 權利 平權 牽涉到社會 愚情的問題 都是國家安全範疇 如果牽涉到 知識產權 金融體制 那些 經濟安全問題 如果牽涉到 譬如說 Facebook YouTube E currency 或 Crypto 最近的 FTX 那些案件 這個牽涉到科技安全 或者多化安全 整體來說 所有這些事基本上 都不要想 所有任何 大律師表面上 我們做了一個形象 就是仍然容許 不是一刀切 但實質上 根本是 密不透風的 你不要想著找大律師來 因為外面大律師來到 總有一個範疇 可以卡住你 這個是範疇上卡住 密不透風的 機制上的卡住 又要有 Prescreening 申請前 要先因別 然後 申請了 又要再 做一做 然後 還有review 覆核 又是機制程序上 又密不透風的 參與的機構上 大家都聽過 有法庭之外 有律政司的角色 又有 行政長官更加重要的角色 然後 又有國安委的角色 其實是不是真的 想著我們 不要那個平衡 索性表面上說是有 但實質上我們真的牽涉到 香港的法治 在這一方面 其實收窄到 不只是國安問題 而是所有的 法治 都可能 牽涉法動全身 雖然這個條例本身 牽涉範疇相對小 代表大律師 其實 香港根本做得了 有餘 香港的資深大律師 根本夠多 也夠好 根本就不需要例 不過 我們又扮到 我們真是 原來很開放的 扮到我們真是 跟國際差跌跌的 扮到我們在 沒有國安問題之下 我們會容許的 但實質上 其實我們真是 密不投封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妨講清楚 或者當然不要公開講 我這樣講可能 令到很多人覺得 香港法治真是受影響 但我真是希望 律政司想到 有沒有 真的不需要 去到那麼盡 這個平衡 跟回人大的釋法講 真是在 國家安全 的案件上 因為這個容易畫一條線 否則那條線怎麼畫出來 就變成真是 沒有一條線的話 就真是 口講口陪 這個是完全為法治 精神和原則 還有我們想 一個平衡 普通法體系 一個 我們 傳統也好 或者我們香港 作為一國兩制 真是想要 找國際間的財 你一定要做到 此無此樣 但是現在這樣的話 你會令到很多人 真的不敢在香港 做生意 不敢在香港訴訟 不敢在香港 打任何官司 因為實際上 有可能 隨時都是 觸犯了國安問題 主席 麻煩你 司長有沒有回應 都是意見 但是我想 逐個回應 我是非常之 關心所謂的平衡 正正為什麼我們不是採取一刀切呢 就是希望 盡量爭取一個合適的平衡 但是我想要強調 我們現在面對的 要處理的是什麼呢 是一些 因為海外律師 參與 涉及國安安全 案件 引起的國安風險 而這些風險 並不取決於 這個案件的性質 究竟是不是刑事的 正如我剛才解釋了 所以審慎考慮之後 認為是為了有效 落實我們憲制的責任 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是不適合把它定到這麼責任 但是 也為什麼有一個機制 要由行政長官去做判斷把關呢 正正就是行政長官 其實他多番強調 我們都是很關心 保持香港的獨特優勢 配合國家的高質量發展 就算這個個案 我們必然會很審慎 考慮的性質 爭議點 以及涉及的證據 是否 是需要用到一個新的機制 去對於這個申請 做一些罷關的工作 行政長官當然是會做一個合適的平衡 我相信大家也沒有一個合理的理由 去懷疑行政長官 是沒有這個決心 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大前提之下 是揭力維護我們普通法 這個獨特的優勢 謝偉俊議員 第三輪三分鐘 主席 我回應剛才監管議員講的觀點 其實看那個國安法47條 他講說行政區法院 在審理危害國家安全 犯罪案件中 如有涉及有關行為 是否涉及國家安全 其實是在案件中 然後審的issue 是否剛才監管議員所講一點 所以這個大致 仍然都是在案件中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形式案件 所以我先把我自己的說法 我們這次明顯的scope 是超越了 國家安全的法例 也超越了人大釋法的要求 那麼我明白到律政司的立場 我不需要再吐 因為這個法院 立法會似乎現在 不單止是整個政府 整個氛圍 立法會包括都是 我相信 從嚴的角度看 就不擔心的大把 不過作為一個 不想全部撤一息 作為一個魔鬼辯護者 我就講一些 另一個角度 希望不要全部撤一息 在一個角度 是不是都要再嚴 一刀切 大家聽到很多這些東西 把關嚴 特首一定會嚴 我們不想聽到太多 反正稍微放少少 另外一個角度的東西 來請一請 大家不妨考慮一下 我不再說了 律師會的 那個意見 就來得比較遲 相信 一定會有機會回答 不過有兩個點 我想補充問問 他們問一問 一個就是 有關的 原則 是否是 就是 英文言語就是 Goose and gender 的分別 如果是 俄工俄那 都要同時適用 是不是呢 意思是為了辯護之外 檢控方面 同樣受這些管制 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不想 行政長官 太多參與 這個 有一次有一次 要出這些證明文件 這個會不會 令到 整件事 好像一向 行政長官 很忙 現在什麼都要理 行政之外 所有這些 文件 都要再給 多次意見 第三個 很充問 就是關於 review的問題 那個review 就是覆核 似乎 如果情況改了之後 如果有改了 即使給了 都可以收回 又或者任何人 都可以再參與 再要求 拿到第二張sert 同樣情況 會不會有個 reciprocity 就是 如果 初初以為是的 後來 沒有了這個風險的話 會不會又可以 這個review process 又是 one sided 單向 不可以有 兩面走的 謝謝 司長有沒有回應 我想 第一個問題 這個新的機制 適用於任何的 申請人 即是 無論當事人是 哪一方 無論是私人 或者是 公營機關 什麼都好 都是適用的 不會說只是 一些 刑事案件的被告人 才受到的滯爪 不是這樣 所有的申請 都是適用的 第二點 關於行政長官的責任 我相信 行政長官 根據整個港版國安法 包括第47條港版國安法 都有責任 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這個是 責無龐大的事情 行政長官 亦都是 非常之 樂意 去堅負這方面的責任 我們的機制 亦都是盡量 在可行的範圍之內 減省 他不必要的工作 第三點 關於 所謂的 覆核的機制 我們 暫時來說 我不太想像到 實際上 有可能性 就是一個案件 其實已經被定性 為一個國家安全案件 或者已經看到 有國家風險的存在 而突然間會有一個 那麼大的轉變 發覺突然間消失了 國家風險 我想這個可能性 暫時來說 我不太看到 實際上 有一個實際的 出現機會 但當然我都會 聽從 責任的意見 看看是否需要 在記制上 為這個可能性 做一些 準備 主席很快地說一說 幾分幾秒鐘 疫情 一個星期前 一個星期後 所有國家風險 已經改變了 角度 所以不要說 沒有這個可能性 不過我想 也不需要 大家都是 說回自己的意見